IT之家12月23日消息 针对近日网传精神残疾女孩被利用作低俗直播情况 天心公安分局爱特天心警示12月22日发布情况通报称 清查 网络主播胡某镇秦某状静某棚在明知杨某辉身患疾病的情况下 在越路区莲花镇等地出租房屋中 网络主播胡某镇秦某状静某棚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IT之家获悉 12月22日晚间 胡牙发布公告 称此前紧情通报与媒体报道中涉及的2021年12月犹如他人形象 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直播内容未发生在胡牙直播平台 涉事主播已在事发之前就曾因违规而分别在胡牙平台永久封禁 胡牙平台近期关注到 有警情通报与澎湃新闻报道 主播静某棚 王某行某状 胡某镇存在严重不当的直播行为 经平台核实 该四位主播在胡牙的直播间因直播违规 已于5月11日 7月9日 9月18日 11月10日被胡牙平台永久封禁 据澎湃新闻 因外形特别 23岁的精神残疾女孩小灰被各路短视频平台的网红主播争相为官 并带走直播 她被主播们昵称为海公主 和其中一名男性主播十二少上演浪漫爱情 更有多次直播中 她和不同的男性主播亲吻 甚至被摸隐私部位 直到今年12月9日 本周有糖尿病的她 在对着镜头喝下五瓶酸奶后 被送进ICU 请不吝点赞 订阅